下面我通报一个流调的案例 2月13日 我中心接报一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A某某 通过对A某某进行的流行病学调查 确定娶女儿B某某为密切接触者 由于B某儿子年幼 且他还处于一个哺乳期 所以就没有进行集中医学观察 采取的是居家医学观察 B某在医学观察期内 未向社区工作人员报告其 2月13日已经出现咽痛的症状 直到2月18日症状加重后 才告知B某于2月19日确诊了新冠肺炎后 疾控中心开始排查B某的密切接触者 发现B某于2月10日开始复工 根据新冠肺炎密切接触者管理的有关方案 留掉人员对其工作场所和接触过的人员逐一进行排查 最后划定了密切接触者66名 全面进行了集中医学观察 同时还有200多名一般的接触者 也进行了居家隔离 大家可以想象 这样一个单位 这个部门这么多人被进行了密切接触和居家或者集中的医学观察 可以想象在这个单位 这个部门还能不能正常的一个工作状态 我们在现场留掉还发现 这个B某所在的办公区域是在一个写字楼的一个层 它是一个开间的办公区域 中间是一般员工所在的一个工作区域 这个工作这个开间的办公区周边是它的那个管理者所有一些单独的一些小的单独房间 中间是一个大房间 是一个大的工作区域 大概能容纳100多人的在那工作 那么职工办公桌之间是没有折挡的 距离都很近 人员也非常的密集 单位也并没有采取任何加大这种兼具 人员兼具的这样一个措施 我想通过这个案例警示我们 企业复工后 各单位要高度重视复工后的各项防控工作 各单位在复工开工前 应根据各自的一个工作情况和实际的一个情况 我们要开展一个风险评估 对存在的薄弱环节 结合本单位员工的岗位特点 工作性质等 制定应对切实可行的疫情的防控方案 并落实到位 应注意对人数较多的工作团队及岗位进行管理 对职工上班的路径 办公场所 人员密度 分散办公的可行性进行评估 针对可能的风险点 疫情期间应该制定灵活的工作制度 实行弹性工作制度 采取错峰上下班 网络办公等多种形式和方案 以降低人人员在单位的一个密集度 应重视 注意 优化我们的工作程序 通过可行的措施 减少职工之间近距离接触的这样一个频率 通过采取减少共用物品 缩短交流时间 保持相互兼具等措施 最大限度的降低感染风险 否则一旦发生疫情时 对复工复产带来的损失就会更大 另外提醒的是 单位要认真落实好员工的健康监测 对出现发热 咳嗽等症状的员工 应督促其尽快地去就医 同时 员工本人也应该注意自身的健康状况 做到及时上报 及时就医 不瞒报 不漏报 如果造成疫情传播 后期处理是如果不及时的话 在人群这样的聚集场所 将会加大我们的控制难度 通过这个案例 我们也想告诉大家的是 对于疫情防控 不要心存侥幸 要牢牢树立防控意识 风险防控意识 不要把防控方案和预案 留在纸面上和文件中 要像抓复工复产一样 做好防控措施的落实 否则就会付出 为此付出很大的代价 报告完毕 感谢您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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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